中間新聞 一定要強偉的 捍衛自己的親慾 所以我們也表達我們的立場 請不要相信這樣子的抹黑 不實的指控 那麼如果說 還真有媒體同業 轉貼的 轉載的 拿來做成新聞的 那麼就是跟著在做這樣子 不實指控的話 我們也要一併的提告 剛剛這個委員就講了 一定要告 一定要告 因為這個在媒體裡 你任何的轉載 如果不是事實的 而且當事者已經有澄清 你還繼續要抹黑 繼續要把它做不實的轉載 是可以拿到他的影音文字等等 圖像向法院來指控 他有誹謗罪等等 所以我想媒體們 不要以為媒體都不會有罪的 我就告過媒體 到最後我告成功了 所以如果有任何抹黑的事情 千萬如果你沒有插證屬實 你不可以亂報導 另外我剛剛沒講完就是說什麼 因為民進黨善用是連環的套餐 套裝 這套裝是一環加一環 一環加一環 然後甚至越加越多 就變得滿漢全息了 你有沒有覺得 這有點像是一個工廠的生產線 對 生產線滿漢全息 然後就從原料一直到材料 然後到半成品到做成品 還可以推銷出去 真的 很可怕 你看現在一個外媒 他講了這個話 馬上我們的中央社 就國家的機器 國家的媒體就轉載了 然後接著我們官方 就以這個來做為查證的事實 甚至主管機關NCC 就出來找中天說 你是不是有這樣子 我告訴他一個很嚴重的事情 如果你要指控誰 你要拿出證據 在一個沒有證據的情況 也沒有事實的情況上 馬上進行 對被告人來進行調查 你的舉證事實在哪裡 第二個 他更可怕的是什麼 他會在媒體下面有新聞 新聞下面還會有留言 留言裡面再利用網路的留言 再一路來黑我們 酸我們 打我們之後 然後再用黑我們 酸我們的網路的這些留言 在哪裡 在媒體 再來報導 甚至去採訪等等 所以他真的連環套 而且是一餐一餐的出來 我們認為民進黨 他們什麼都不會 他們不會治國 他們連人民的百姓的需求 都當作他們把它氣如必喜 就像用完的衛生紙扔掉了 他們對人民是沒有愛心的 可是他們最厲害就是選舉 他們很會利用選舉 他來操縱媒體 操縱輿論 然後來打議題 把人民的心思都帶到別的地方 帶到錯誤的方向 然後選舉就是騙 誰就會騙 他們說的 民進黨說 不是我說 民進黨說 選舉不過是最高明的騙數 騙到你在最後一刻票 很氣憤的投下去 像阿扁的兩顆實在 投下去了 就輸 他們就贏了 我們就輸了 所以現在民進黨 今年的最大策略就是 用恐共牌 抹紅牌 戴紅帽子牌 就是打兩岸牌 這是戰爭邊緣論 讓人民引起恐慌 事實上都是假議題 事實上都是不是事實的事情 用這事情抹黑 抹黑所有跟民進黨對立的 或是民進黨對立的候選人 以及候選人的團隊 最後達到他的目的 可是人民不要被騙 我們最終還是最大受害者 因為民進黨不會執政 受苦的是全民百姓 為什麼我們要說這樣的話 真的是一個不實的指控 它可以說是一個假的新聞 因為在這一篇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裡面 他說今天都好像是什麼 國民黨的韓國瑜 贏得了初選之後 中天就只有報這一條 結果都沒有在報 小英出訪拼外交的事情 這個通通都沒有在報 可是我們就給大家來看 中天有沒有報 7月14號小英到海地 我們也有報 這個你看都有中天新聞 中天新聞 這邊是什麼 7月15號小英到聖克里斯多福 他走到哪裡 我們也要報到哪裡 我們都還有隨行的記者 而且還是很優秀 很認真負責的記者 在報導小英出訪的新聞 所以7月15號到了聖克里斯多福 我們也報了 到了海地我們也有報導 可是卻在外國媒體的報導的內容當中 卻說我們沒有報導小英拼外交 這不是不實的指控是什麼 好 偏偏 社長你來講一下 中天是這樣報 中時有沒有報 同樣他指控中時中天 一起指控抹黑 我想我這兩個單位 不管是中天還是中時 我都有一些往來 我貴為社長 我不管編誤 可是我非常清楚 一個平面媒體 他的作業的一個狀況 我先講中天 我隨便講 就是說2019年7月12號 有個YouTube 這上面就是中天新聞 然後他的標題就是 蔡英文過境美國突破 首位在紐約公開行程的台總統 怎麼會沒有報呢 這明明就是有報 我告訴各位 世界上有什麼國家 有哪一個國家 把自己的元首出訪 全天候播報的 全天候24小時播報 世界上只有一個國家 那國家叫北韓 金正恩去板門店 去板門店跟川普會面 我告訴你 北韓的電視台是24小時播放 我們是北韓嗎 蔡英文總統不是一直強調 民主自由人權 是台灣的核心價值嗎 我們就應該一起 不管是藍 是綠 或者是任何媒體 就應該去捍衛這個民主 自由人權 我們怎麼可能一天24小時 都在報蔡英文出訪呢 我們也不可能一天24小時 再報韓國瑜在山山造勢 或者說是在任何地方造勢 我們有一天24小時一直在報嗎 所以我覺得這個非常奇怪的 還有講紅媒 如果要講紅媒的話 大陸 大陸的報紙 你在網路上都可以看 你網路上都可以看得到 你把所謂的大陸的媒體 跟我們的媒體 不管是中天還是中時 你來做比較一下 我告訴你兩個完全不一樣 外表完全不一樣 核心的內容是不一樣 再來講一個 就是說剛剛國欽兄也講得非常好 韓國瑜他捍衛中華民國 甚至於他說為中華民國不惜粉身碎骨 甚至於說Over my dead body 我請教一下這些話 不管是國台辦也好 或者是大陸官方任何機構也好 有哪一個單位會肯定 或者是喜歡韓國瑜這些說法 可是我要向各位報告 這些韓國瑜的說法 我們經常在播報 換句話說大陸不開心 那是大陸的事情 台灣有什麼新聞 我們必須報的 還是得報 還有就講報社來說的話 我覺得報社是非常忙的 韓濱非常清楚 報社的記者 每天白天出去跑新聞 到了下午報告單 報告單的時候跟主管說 我今天跑了什麼新聞 如果有100個記者跟主管說 今天有哪些新聞 然後下午5 6點的時候 開編載會議 來決定今天要 什麼要做頭題 什麼要做二題 什麼做三題 我請教大家忙的 分分秒秒都在忙 誰有時間去接 北京的指示 哪裡的指示 我告訴你 根本沒有這個美國時間 電視新聞更是忙得要死 哪有時間去接這個指示 再說 再說一句 國安單位 台灣的國安單位 或者是任何國家的國安單位 他的科技設備 科技設備 都是世界一流的 對 他可以監聽 對 如果說從去年寒流 或者寒流之前 甚至於旺中 就是蔡老闆買了三中之後 所有的媒體的操作的狀況 如果有一通電話是說 跟大陸請示說 我這個新聞要怎麼做 我這一條要怎麼寫 然後這個社論要怎麼編排 如果有這樣的事情的時候 我們的國安單位 難道都在睡覺嗎 都在打瞌睡嗎 我們的國安設備的這個 國安單位的這個高科技 難道都不靈了嗎 難道遇到旺中的媒體 就跳過去不去查嗎 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我說 現在這個狀況非常明顯 如果習嘉玲小姐 你有證據 你就趕快拿出來 你有證據就拿出來 我剛剛跟輝文兄也講 我們這些資深記者 有個毛病 什麼毛病 寫新聞稿喜歡夾義夾序 什麼是夾義夾序 想當然而 就這麼寫 可是核心事實 你就要去查證 比如說輝文兄 我覺得你今天臉色紅潤 一定是吃了什麼東西 我就隨便這樣寫一下 可是如果說我說陳輝文 今天可能吃了一些仙丹妙藥 我就必須跟他查證 因為這是一個核心事實 可能會涉及誹謗 所以這個事情 如果習嘉玲女士 習嘉玲小姐 你如果愛惜你的羽毛 你如果覺得金融時報 是一塊精緻招牌的話 請你查證清楚 否則的話你就要道歉 否則的話你就要提出說明 否則你自己的聲明 聲明狼藉 精緻招牌 金融時報的精緻招牌 就砸在你手上 是 所以我們也就很好奇 到底這個外國媒體記者 他又提不出具體的證據 你怎麼會這樣子的報導 是不是跟他自己個人的一些 意識形態 或是他的政治傾向 他的判斷有關係 我們就回過頭來去看看 過去有哪一些的例子 好 大家來看一下 這個是在2007年 他在接受英國商會的邀請 特地去了英國商會去演講 那麼這位外國女記者 你看當時其實我們國內 還有媒體來報導了 這一則新聞 那麼特別他當時 在這個演講的時候 他說這個外媒指的 就是他的立場 他認為在2008年 蘇貞昌是可以贏得馬英九的 贏過馬英九的 那是他當時的一個說法 他的政治立場到底是什麼 當然他的理由是認為說 政治會大過於經濟的力量 這個到時候會有所謂的 藍綠的歸隊 然後政治力還是會比較大 影響到了選舉結果 因此他認為蘇貞昌 還是比較能夠贏的 好 那是他過去的一個說法 再來看一下 再來看看這個 這個你知道嗎 這個之前其實也是有友台 曾經有報導過 訪問了好幾個 外國在台的媒體記者 然後針對什麼事情在報導 是針對說 當時新聞局跟教育部 有一個補助計畫 補助外國記者來台採訪的 一個月發給他們2萬5 讓他們可以學中文 然後當然就會引起質疑 說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我們的新聞局教育部 你們在花公堂 這樣的舉動是要收買外國記者 這樣子的話也許就 外國媒體記者 如果拿了你們政府的錢 他可能就會幫你們擦脂抹粉 說好話 當然有這樣子一個質疑 行政院長當時是張俊雄 他也坦誠 技術上確實不妥 好啦 這個是當時 2007年有這件事情 結果大家知道嗎 當時友台就有這個記者 去訪問了這一位習嘉玲 習嘉玲他甚至還說 我覺得其實是可以拿這個錢的 OK的 而且他還認為說 應該要學學台語 因為他覺得其實在台灣 要採訪的話台語也很重要 這個都是有機可循 過去反走過必留痕跡 我們只是把過去他的歷史 把它拿出來 所以當然這一點 我們就要來請教一下鴻威 他過去這樣子一個政治立場 或他的判斷 因為他也曾經預測選情 認為蘇貞昌可以贏 綠可以贏藍的話 跟現在他做出這樣的報導 可以連結嗎 其實這個英國金融時報 他現在是因為他其實賣給了 日本經濟新聞社 所以他現在已經不是一個家 純正的英國媒體 但是這家這個媒體 他過去其實算是 蠻權威性的一個 財經新聞媒體 我要講財經 我括得財經 所以為什麼由金融時報 來指責 來指控 中天跟中市 是接受國台辦的一個指揮 我覺得非常非常奇怪 就是說一個傳統的財經新聞媒體 然後去報導了一個 這麼高度的政治性的議題 而這個議題其實就是直接的指控 更可惡的是 他根本沒有具體的消息來源 所以我不曉得今天中天跟中市 可能會採取一些司法動作 我覺得你們要直接的去函 給金融時報 就是說你這家媒體 過去我們也認為你很權威 其實過去我們對很多的 國外媒體都是這樣子 有任何捏造新聞 扭曲新聞 造成別人的一個名譽的受損 要求金融時報給一個交代 就是說今天如果習嘉玲 他拿不出具體的消息來源的話 金融時報必須對他做處分 怎麼可以這樣子呢 請問一下 他說根據忠實記者的一個 他的消息來源 他這是不具名的 那個忠實記者在哪裡 還是他自己的預測 尤其剛才他也說 他說你們只報導韓國瑜 然後不報導蔡英文去出訪的消息 因為報案社長還有玉琴都講 每天都在報 你還要怎麼樣 每天你要24小時報導嗎 那你眼睛是瞎了嗎 請問習嘉玲 你最簡單作為媒體記者 你稍微Google一下 你也可以看得出來 中天更重視是有報導的 而且據我所知 事實上你們集團 事實上有派隨行記者去採訪 對 都去派隨行記者採訪 你們到底還有什麼不滿意 所以如果按照他的去質疑邏輯 那我直接在這邊講 我也質疑習嘉玲小姐 你是不是跟民進黨 或跟民進黨 或者相關的人通電話之後 你才寫了這篇報導 我直接說 你可以這樣質疑人家 我能不能這樣質疑你 對不對 因為你沒有任何的 具體的消息來源 所以我要講就是說 其實我認為 中視跟中天集團團要真的非常小心 那麼韓國瑜也要非常的小心 你可以看到 有一場因為選舉 而發動的不只是黑韓 還有黑媒體 還有黑政黨 黑選舉的 一個心風血雨的 一個策略正在成形 我們剛剛講說 透過國外的媒體來黑你 中央社對不對 就是他引述外交政策 這個是一個前民進黨黨工 到了一個外交政策去投書 然後中央社直接引述說 這個外媒批評韓國瑜 這個也不是第一次 過去我還曾經踢爆 有個叫Kobe講 他是小英的御用國外的學者 他是加拿大籍 小英有一個想想論壇 大家知道嗎 他是一個英文 他是外文編輯 他一樣他也發佈了 發佈了說韓國瑜什麼是個草包 是什麼民粹 把韓國瑜亂罵一氣 罵完了之後 然後國內媒體再來引述說 外國學者 你看到外國學者批評韓國瑜 怎樣 然後充滿了情緒性的 就是直接批評 所以這一整個 不管是外國媒體也好 外國學者也好 或者現在是金融時報的報導也好 大家就可以看到 他其實他沒有任何的 一個具體事實的做依據 可是他造成了一個媒體的 所謂的帶風向的效果 最扯的是我剛剛也聽說 NCC竟然根據金融時報 根據金融時報 然後說要約談中天來說明 就今天下午 請問要說明什麼 要說明金融時報 沒有具體消息來源 說明金融時報是假新聞 說沒有報導 蔡英文他訪這個友邦的消息 明明就有訪 所以他給了一個藉口 讓NCC來繼續的整中天跟中事 他繼續整中天跟中事 他為什麼要整 因為馬上要選舉了 他就要開始來惡整你們 所以今天台灣 我們一直在講說 你還好意思講什麼民主 你還好意思講什麼自由 還好意思講什麼法治 連言論自由都沒有 連媒體自由都沒有 媒體是不是太過自由 自由到 你可以隨便的血口噴人 只要這是親你的 因為他覺得金融時報 講得深得我心 所以因此來整你 同樣我今天 我今天說這個金融時報 做假新聞 今天金融時報 可能是直接是接到民進黨的電話 民進黨人士的電話 然後指示他做這篇新聞 你要不要去約談一下金融時報 會嗎 他們絕對不會約談金融時報 所以今天台灣 為什麼會到這種地步 為了選舉 可以這樣子不擇手段 我再次講一下 就是說金融時報 你明明是一個財經新聞 是一個過去有權威性的財經新聞 為什麼可以奉任你的駐台記者 做這樣的指控 請拿出證據來 讓我們幸福好不好 好 剛剛說到媒體 就是說英國金融時報 它現在是隸屬於日本經濟新聞社 偏偏日本經濟新聞社 它還有另外一個事業體 是什麼呢 那就是東京電視台 現在我們剛剛討論了 英國金融時報了 可是東京電視台 大家還記得嗎 因為之前我們也曾經 在我們的節目當中有討論過 他們就有記者來報導 報導說台灣有小吃店家 就拿了什麼500塊 然後就是要把頻道鎖定在中天 非要看中天 這樣就有錢可拿 這個當時也是 日本東京電視台做的一個報導 可是後來我們的記者 也特別去問了小吃店家 結果店家老闆大聲的喊冤 覺得很無奈 說真的沒有這樣說 那我們事後其實也有試圖要去聯絡 日本東京電視台 他們的記者 可是始終呢 又沒有任何的下文 沒有他們的回音 所以現在當然我們就要去質疑說 是不是真的你要說 外國勢力是不是介入台灣選舉 我們可不可以也扣這樣子的帽子呢 那請問一下 在台灣的這個日本的單位 日本台灣交流協會 這個你看Kanban那麼大 這個機構 這個單位請問一下 你們要不要去好好的調查一下 是不是這些日本的媒體 都有在干涉台灣的選舉呢 來 請教一下俊哲 因為民進黨很喜歡說 外國勢力怎麼可以來介入 或者甚至是干預台灣的這個選舉 如果這樣的話 我們是不是也應該用 統一的標準來檢視他們 其實這也沒有直接 看得出來是民進黨做的 可是我應該要講的是說 如果執政團隊面臨這麼大的問題 尤其是指控國內辦 直接指揮國內的媒體 在進行任何動作 我想這就必須非常審慎 第一個我們剛剛看到這位記者 他也沒有這個消息來源 好 那就像剛剛委員所講的 你既然都有國安無法 你就把它找來問清楚 不要只有NCC好像做點小動作 我們看到剛剛會員哥講的 去年11月就有國安局說 確實有其他的外力 來印象我們選舉 公布 我覺得確實應該要有擔當來公布 不要怕被告 你既然是國家的執行單位 我相信包括民進黨的支持者 今天都很願意 趕快聽到你有什麼樣的結果 跟大家報告一下 國安無法都已經給你 這麼大的權力了 不應該只有查查說 只有調查局的高官 在散布假消息 這對我們來講是 這怎麼會是用牛刀 來解決這麼小的事情 既然是國安 我們就認真來面對 但更大價值就是我們的新聞 因為本來假消息就是造成 雙方內耗的關係 今天就像洪偉講 我也可以隨便講你怎麼樣 別人也可以指控民進黨 你們都是隨便講我們 是不是以後大家如果在 做表述及新聞的時候 都可以不用有根據 我想這是沒有人 能夠接受的一個標準 所以我認為 就算是金融時報 我應該 我也覺得應該要把它查清楚 所有的國安機制 也應該啟動 給人民一個交代 可是現在動不動 就喜歡扣紅帽子 動不動就會說 會造成國安危機 我們就要問 到底我們做了哪一條的新聞 造成了國安危機 如果說是主張台獨的話 是不是可能才反而讓台灣 更加的不安全 造成國安危機 大家好好想一想 稍後討論 拼命要扣紅帽子 現在是不是找了 打手都就定位了 我們除了說剛剛講 外國媒體記者 是不是跟著要來當打手 我們不知道 可是我們要先看看這兩位 民進黨現在有羅文嘉 還有個林非凡啊 林非凡在今天 今天接受了廣播專訪 結果他說出要打造 非函家園的話 甚至還說 忠實中天 收了中共補助是事實 民進黨不處理 紅色滲透 很多民眾會很不滿意的 請問他說 中共補助 有收中共補助 是事實的話 是事實的話 請你拿出證據 要有證據才能夠說 這是事實好嗎 不然的話 這個就是一個不實的指控 我覺得真的很好笑 林非凡你到底念過書沒有 假設忠實中天 接受中共補助是事實的話 那表示你有證據 證據直接拿出來 忠實中天馬上被關 這一定的 因為我們的法律規定 就是不可以 所以你說民進黨不紀律真罵 我告訴你民進黨 為什麼不紀律真罵 因為他沒證據 就這麼簡單 你以為有證據的話 安息就要讓中天開嗎 還要讓今天這個節目播出來嗎 根本不可能 所以基本上 你的邏輯都搞不清楚 基本上 我覺得你們 你們萬物中時一定要告他 非告不告 因為他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他說你們中天 中時中天 就只有收中共的實質補助 他說是事實 對不對 誰要拿出證據來 對 帳單 帳本 你全部拿出來 他絕對不會有任何證據的 我想也知道 因為這個人本來就胡說八道行的 他從頭到尾就是這樣 因為就是綠衛兵起家的 所以我預計說 他今天這個講很好笑 第一個他是接受 好像是接受Coco姐的訪問 對 然後他要提到說 因為韓國瑜如果當了總統的話 說他們過去的所謂的進步的政策 什麼可能都會毀魚蛋 所以他必須要打造非韓家園 他第一個我就覺得很有趣的 你的老闆 你的秘書長 你是副秘書長而已 你的老大才告訴我們大家說 韓國瑜一點都不可怕 結果你現在其實告訴我們說 韓國瑜超級可怕 他上來我們就完了 你們兩個要不要先打一架講清楚 到底誰說的是對 然後再來 好像兩個有點矛盾 對啊 基本上你們互相矛盾 再來什麼叫非韓家園 我不懂什麼叫非韓家園 是信韓人以後不准在台灣生活 是這樣的意思嗎 沒有韓 沒有信韓的 是這樣的意思嗎 我就覺得這 簡直荒唐到一個極致 你就算不喜歡這一個人 你沒有權利不准他在這裡生活 這是最基本的民主價值 我可以不同意你的觀點 但是我適時捍衛你說話的權利 這才是民主的價值不是嗎 結果你的價值 你林非凡的價值就是 我不喜歡的東西 有阻害到我的東西 我就要消滅從此在台灣消失 你的觀點就是這樣子 我覺得你想打造不是非韓家園 你想打造的是非凡家園 這屬於林非凡的家園 就是你這種一出社會 你才能夠拿9萬元的家園 你想要打造這種家園 只是屬於你的家園 再來我必須說 你跟你的老大羅文家 你的老大羅文家 前兩天在講什麼 說韓國瑜對民進黨的威脅是小 然後對什麼台灣的民主的體制 對台灣民主的威脅性比較大 這兩句話也不通 我覺得你們民進黨的人 是都沒學過邏輯是吧 如果韓國瑜對民進黨的威脅 都這麼想 請問一下他要怎麼威脅台灣民主 你要不要示範一次給我看 我實在看不懂要怎麼做 他連你民進黨 你民進黨對他一點都不怕 他覺得你都覺得他對你沒威脅 請問他要怎麼威脅台灣民主 所以你們講話 要不要基本上找個邏輯出來 然後你們要不要先開個會 討論一下 要怎麼樣對外發言 不要每一個人在那邊胡說八道 還有我必須說 不是也只有林非凡指控 羅文家也一樣指控 羅文家也指控你們中天 對啊 他一樣說你們是收受 中國大陸那邊支柱 算你們是紅色媒體 不是這個陸會這個秋垂政 不是都打臉過的嗎 對秋垂政才跳出來講說 你不能說 因為旺旺中死在那邊的 就是他們你們兩個 是分開了兩家公司 本來就不一樣了 你旺旺其他的事業 在那邊收到中國的補助 跟在台灣做媒體 這根本是兩回事 台商很多都有在大陸領補助 那一切都合法 這四月份的時候 陸委會官員就講過秋垂政 國董的紅海在中國大陸 受的補助比旺旺還多 這個都有數據可以查的 然後台商只要在那邊做生意的 都有受到補助 你家邊台積電去社長 他一樣也會受到補助 政黨就是優惠措施 如果你這種邏輯可以成立的話 不好意思我們的 我們之前在做這些科學園區 工業園區 我們請國安廠上來的時候 我們也都會給他優惠 請教一下 這些人都是受到我們資助 所以這些全部都是被我們操控的產業 是這樣的意思嗎 所以拜託講話有點邏輯 但是我必須說 他們現在才不管邏輯是什麼 他們就是要造成一種既定印象 就是你們就是這樣 就是紅色媒體 所以我建議 你們忠實不但要告 汪汪忠實不但要告 林非凡要告 羅文家要告 左榮太也要告 還有包括蘇貞昌 包括蔡英文 只要誰講這個東西 你們就給他告到底 我覺得你們不這樣做的話 沒有辦法釐清事實的真相 當然我必須說 官司可能禪送日久 也許要等到選完之後 才會知道真相 但是如果我不把這個真相 釐清的話 你們中天永遠成父這個罵名 不好意思 我們所有上中天的名嘴 永遠跟著一起戴賽 我講實在話 我們也全部都跟得一樣 所以抱歉 拜託 為了我們 我們出不起這個律師費 你們老闆租得起 拜託趕快用力去告 而且羅文家 後來在臉書上面 他還有回應 他今天也有回應 他就說 他們說要告 就指的是我們嗎 說他們說要告 這樣你還能忍嗎 這是什麼邏輯 要告為什麼不能忍 他是不實的指控 所以當然就告 他到底在告 他自己如果認為 自己講的是私實的話 你幹嘛怕人家幹 你來告我應該很高興 像當初三立說要告我說 我說官營趕快來告 用力告 所以他就說 說我們是紅媒 我們紅媒很張揚 每天餵你不良的食物 每天在洗你的腦 觀眾朋友 你真的這樣覺得嗎 我們是餵你不良食物嗎 我們是在洗你的腦嗎 來 玉妹委員 主任 玉琳好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民進黨政府 現在可能是慌了 大概他知道說 這麼多年的執政 拚經濟都沒有成功 所以必須的不停的 來打這個孔中牌 這件事情是這樣子 就是說 你看如果他說 他把故意一目混出 把當初在大陸投資的台商 他所獲得這種稅款的 刪減 無免這種補助 變成是說 變成是對台商這種 就是好像給他錢來支助他 這樣民進黨政府這樣講 事實上是傷了 全世界台商的心 台商 我們台商很辛苦 離開自己的家鄉 拿著一卡皮箱 到全世界去做生意 打天下 你可能去東南亞 也可能去很遠很遠的地方 歐洲 美洲 甚至非洲也都有 到當地 當地政府為了鼓勵 台灣的商人過去投資 所以可能給了稅付的減免 三減 無免 工業區 土地 優惠 什麼各方面 你都把它當作是 這些政府在收買我們的台商 是控制我們台灣的企業 這樣子是不是 根本就在侮辱全球的台商 難怪民黨政府在 民黨的執政 民黨黨在台商的社群 又得不到支持 所以我奉勸民進黨就是說 就是不要因為現在 整個的政治情勢對你們不好 你們就放棄了 你們幾十年前那時候創黨 所堅持的所謂的 民主進步的價值 你們現在做 已經越來越獨裁 從立法院最近通過這些法令 這些什麼所謂的國安武法 然後在接下來 還要再強行通過 這個所謂中共代理人 你們基本上 就是在摧毀台灣的民主價值 這個是非常不可取 我也奉勸我們新上任 林非凡副秘書長 是一個年輕人 我想你當初也是 很有理想 很有抱負 想要為國家 為政府改變一點事情 但是不管你說什麼事情 要有根有據 不要學 不要一進來政治這個懶缸裡頭 然後你就開始 胡亂的抹黑 含血噴人 謝謝 不過你看看現在 連韓國瑜被黑之外 韓家軍也要被黑 今天是誰在批評 在罵韓家軍 在罵韓國瑜的支持呢 而且還罵是LOSER 我們來看看就是誰 就是柯文哲 台北市長柯文哲 是不是已經等於要選了呢 他不但是批蔡英文之外 他還罵韓國瑜 罵韓國瑜說 韓國瑜水準沒那麼高 讀的書只夠做北農總經理 當個國家總統還差得遠 但這還不夠 他還罵韓國瑜的支持者 說韓國瑜的支持者 是LOSER 韓國瑜搶到了窮苦大眾代言人 但韓國瑜最不耐打 不像我清白從政 但是這個時候他就說 柯台銘可以當大老闆 就是有一定水準囉 來 我來請教一下 輝文 你怎麼解讀柯皮講的這番話 他現在在罵韓國瑜 罵韓國瑜的支持者是LOSER 之前還在跟韓國瑜說 其實我跟他不錯 還說什麼去過他雲林的家 還是柯皮夫妻倆還一起去 好像感覺說他們其實 他這個交情還很不錯 現在是怎樣 現在是為了說真的 柯皮已經選定2020了 所以全部都要劃清界限 甚至不惜罵韓國瑜的支持者是LOSER 對 玉琴問一下 我們很多支持韓國瑜市長的朋友 都已經升級了 拳頭都硬了 沒有 我說升級了 升級了 升級了 Upgrade 不會被柯文哲給騙了 所以你看這個韓市長 跟蔡總統的回應 都非常的四平八文 韓市長昨天被問說尊重 柯皮問的 柯皮講的 那就尊重 蔡總統在海外說 他就講他的 大家在工作趕快上努力 所以很顯然的 藍綠的兩大主將 韓國瑜跟蔡總統 都沒有上當 都沒有上當 其實在2016年 很早之前我就希望 國民黨跟民進黨 在去年的台北市長 2018 我希望藍綠都派最強的出來 去選台北市長 非常的事與願違 因為民進黨派姚文治 國民黨是丁守中 丁委員 其實丁守中只輸他3000 3000多票 所以柯文哲在網路 有一個錯叫柯3000 其實他只贏3000多票 當然因為選委會 因為今天二審的選舉無下 今天是首開 丁守中還有上訴 我就不去談選舉的訴訟 但是我是要跟大家講說 不要被柯文哲 謀罵 大家要看清楚 因為他是故意的 激將法是不是 對 柯文哲他就是標準的 他去罵罵國民黨 罵罵民進黨 垃圾部分 藍綠什麼 他是幫自己開個戰場出來 所以當他去講如此的時候 你看像那個文三伯 陳吉茂里長 不會 沒關係 我們不會都要入座 講在於去講 大家千萬不要到這個 柯文哲的臉書去什麼洗版 真的沒有必要 因為他說的意思是說 國民黨做的不好 民進黨做的 對 沒錯 可是我是要告訴大家 因為我們紅衛議員在這裡 台北市做的也不好 你說垃圾不分藍綠 我同意 垃圾也不分藍綠白 你在台北市的這間 其實常常今天要修理我學妹 家去念書 我覺得柯P這樣不行 因為市議員是監督你 不是你監督市議員 市議員質詢你也不是你 怎麼會叫人家去念書 像他外國剛好 我也希望紅衛學妹不要中計 他也是故意的 我就消費你一下 你是Loser什麼 其實我覺得 預請我的結論 就是說韓粉 從支持韓國語以來 被各種的謾罵汙名羞辱 其實我覺得韓粉很像 我說我剛剛upgrade就是說 好像也知道你說 你說我土包子就土包子 你說我禽獸就禽獸怎麼樣 可是我們民調贏了 那天我們看民調 坦白講我看他舒適有點開心 就是說四十幾%這樣 大幅的領先 我們不是要去爭這個口舌之快 而是你初選的民調讓韓國瑜 然後明年的大選的選票 我管你講什麼非韓家圓 可是投票出來他贏了 他就是總統 民主的選舉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講Loser也沒關係 Loser其實他是嫉妒 柯粉遠遠沒有韓粉多 也沒有韓粉團結 我也不會中計去罵柯文哲 柯文哲立黃毅就好了 是啦 不過現在 你看這個柯文哲已經是什麼 是參選的騎手士嗎 你看他現在這樣子說 好像罵韓國瑜之外 還罵韓國瑜的支持者 罵得這樣難聽支持者 是個Loser 可是他卻有一點在捧郭台銘 難道是說想要自己出來選 要拉攏一下郭台銘的支持者 來結合郭台銘的勢力嗎 稍後回來我們繼續討論 稍後也請教一下國經德的意見 馬上回來 好我們繼續看 現在柯文哲講的這番話 還有林非凡羅文嘉講的這番話 目標都是為了2020吧 剛才說到了 羅文嘉你看喔 我們昨天其實有講嗎 陸委會的秋捲證 不是都已經講了嗎 大陸台商有很多在拚 所以他們其實拿大陸政府的補助金 其實都是一切合法 所以這個時候再說 什麼拿大陸的錢如何如何 什麼中天拿了大陸的錢 所以要照樣的去 照著他們的意思來辦事的話 這根本就是什麼 這就是不實的指控 陸委會就狠狠的打臉了 可是你看他照樣繼續指控啊 今天在臉書上面也PO文啊 所以再加上一個林非凡 林非凡也在那裡指控啊 說中時中天收了中共補助是事實 怎麼會是事實呢 因為你沒有證據的話 你就不能叫事實吧 請拿出證據好嗎 而且還說危害國安 要用這麼大的一個帽子來扣 我們媒體的話 拜託是不是可以告訴我們 是做了哪一條新聞危害了國安呢 再者柯平現在也在開始罵了 罵韓國瑜又罵韓家軍們 罵韓國瑜的支持者是loser 這真的實在是讓人覺得聽不下去吧 來 國慶哥 2020真的是一場血戰 其實每一個國家 要振興國家的經濟 他都會祭出一些優惠措施 尤其是對外商 國外做行李的 可以引進到他的國內 對 他都會有一些 超商引資 對 都會有祭出一些優惠措施 就是說低利率 土地提供 先租後售 還是說先免租後租 很多優惠措施 當然做行李人就是站在 行李的態度角度 哪裡可以降低我的成本 可以促進我的利潤 我當然會往哪裡走 所以不只有人說一句商人無主國 都會有錢賺就是去哪裡 台灣人人認性最高 我們台灣人無關 又飛出國家去到哪裡 台灣都會做行李 真的是台灣之光 不要一竿子打飯一傳忍眾 去外國做行李賺錢 這台商我跟你說 賺錢一樣 吃樓還回來台灣 賺到台灣 他們錢不可能偏向外國 偏偏偏 偏偏不去 一定都對台灣回來 至於林非凡他講的說 事實這兩個字 事實是有證據的才叫事實 屬性 我覺得你們中天電視台 應該要拿出魄力 展現一下你們的決心 你們應該要訴諸於行動 交給法律去處理 不然我就像韓彬說的 我們這群人都是送紅媚 他大的叫大紅媚 我小的叫小紅媚 小紅媚 對 不會 所以你們要積極的作為 我也恭喜NCC NCC撿到槍 撿到槍 對啊 既然是事實 我跟你說 你說中共國台辦 每一天打電話指示 《中國時報》中天新聞 要怎麼編輯 要怎麼播報新聞 那很好 每天打電話 就有電話通電紀錄 你就通電紀錄 調出來就改關了 公布一下 一槍兵兵 把中天收起來 國安局 我們不用懷疑 不用懷疑是什麼 是事實 既然是事實 你要有積極作為 你國安單位 這個危及國家安全 我督促你們 我建議你們 趕快延辦 能把中天關起來 趕快起來 我們看我們這麼忙 經常連走 我們 所以說 這尊是一個 比較好的國家和社會 一切工具 政府 你們中天新聞 如果沒有提出積極的作為 提告的話 沒有人會信任 大家會更懷疑 如果一條新聞來 都從國外回來 國際新聞都這樣報導了 真的 很多人會認為真的 所以你們如果沒有提出積極作為 我們也不敢再進入節目 說真的 所以提告 這個部分 有國安單位 有NCC 你們如果紀元就都說事實 就處理 我剛才說 科學辦案 電話通言紀錄 看是不是社長接的 還是誰接的 趕快調去 叫調去問 如果真的有 就直接證據 這很簡單的道理 所以不要用 是是而非的方式 或者是藉由國外媒體 來從外進來 讓他們覺得說 這不是我們台灣人關心嗎 不是台灣人在說而已 連國際新聞都這樣說 還在擠 警官快起來 把它收起來 另外說柯文哲 柯PJ 我去年就講過 還沒有酒和魚我就講過了 不用懷疑他一定會參選 已經很久了 其實柯文哲 柯市長 他是一個政治素人 但是這組已經漏費損失了 因為他這幾檔來 這四檔來看國民黨的內鬥 看民進黨的內鬥 看兩方的惡鬥 鬥到他什麼功夫都看片 都很清楚 了解 所以你看看他體育很好 他這段國民黨初選的期間 他都不說韓國瑜會拍位 他也不說郭台銘會拍位 他完全都在那邊 他就看 但是現在國民黨民進黨 都已經浮出檯面 已經確定了 他要開始爭取話語權 左打國民黨又批民進黨 整個新聞媒體 整個都報到他去 年輕人看送 找國民黨的找到出口 找民進黨的找到出口 年輕人痛恨政黨政治惡鬥 還是我寧可相信傻子 也不相信騙子 柯文哲才是我們的寄託 一個政治助人 可以再短短幾年內 可以當上總統大會 我們都有未來 這對年輕人是一個正面的 所以你覺得他現在罵一罵 左邊罵一罵 右邊罵一罵 他的民調就提高了 如果選舉有這麼好選 只要他贏而已 但賣這兩邊 還賣到大家都打破話 其實他在增加他的曝光率 以及他的那個 聲量更高 對 聲量再帶動方向 所以你不要小看柯文哲 柯文哲盧哥 拿出來選的位置 他選民 你看20歲到35歲之內的 這塊是民進黨有多少來點 但韓國瑜是最缺乏就這一塊 最缺乏這一塊 對韓國瑜也不是壞 因為如果沒有柯文哲出來 這些人會跑到小英去 柯文哲把小英這些人抓來 對韓國瑜也比較壞 所以未來三角度的選前方式 你要去分析經濟選民 誰會比較多 柯文哲如果真的 能說服郭台銘的位置 這組就中了 現在是不是有點像是 在跟郭台銘泡妞 他在招手泡妞妞 他在招手泡妞 他製作是國家英修金的 柯文哲你怎麼去說服郭董 其實郭董 他這時候如果有人散文化 他這時候最亂的時候 因為民主不要浪費這麼累 各國總理跟他都這麼熟 大家都知道他在初選國民黨總統 結果又輸 那邊要抓去做 他哭是真哭的 還有這群人把他招出來 初選國民黨結果跟他辦公 沒有人騎到的旁邊抓去說 我們台灣要振興經濟 就是郭董最好 而且他沒有政治的盤算 他沒有政治的陰險 他沒有政治的汙染 郭台銘才是可以給台灣人未來 結果郭台銘輸 這個你覺得他多重傷 他多重傷 他連說拜拜都沒有 就飛機坐得出國了 他是沒有人跟他訴苦 因為以前 自己抱抱抱的人 這些人他都看他們的腳趾 他連訴苦的對象都沒有 所以柯文就很聰明 他如果郭台銘 郭台銘有錢 他有魅力 這合起來 經濟選民 我跟你講 幾乎台灣就是五個 會 經濟選民 經濟選民一般就是 三十歲到五十歲 這次剛才娶婆 小孩 沒家庭 沒辦法 娶婆娶小孩 經濟選民 他希望經濟改變 郭威明 中間分子 中間選民 中間選民 還有郭威明跟劉工 這幾個你聽到去噴聲 民進黨以前都是靠勞工跟郭威明 都記載 對 都記載 但是這次交給他已經沒效了 都挺韓國 郭威明跟郭威明 郭威明 郭威明是因為 威力威修的問題 是 郭威明 中間選民是什麼問題 西映環 小英起來三年過 第一任 秀太山有大棒嗎 沒有 換了一個蔡清翔上來 交代一下 他是因為沒打半個死刑犯下台的 我至少打一個 他一個打了之後 你還是繼續叫這些被害者的家屬 繳稅金在咬 要這個刺 養這些 這些加害他家人的人 若是你們這些人的親人受害 看你們願意 繳稅金也刺這些人 還有三十幾個做一個公益 做一次讓他們防權路上有個伴 做一次處理你的大塊人心 叫我們這些人 你看隨機殺人案這麼多 虐童這麼多 酒駕這麼多 社會事件這麼多 所以你看看太北島 還是要好好的執政 好好的實證 好好的迎娶選民 對你們的認同及寄託 好啦 柯文哲會怎麼樣的動向 等一下我請教一下洪威議員 你一直在監督他 我們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馬上回來 這個柯文哲講的話 倒是有一句 大家還滿值得深思的 他說為什麼會有寒流的出現 大家要想一想 如果你民進黨執政 你做得好 你蔡英文做得好的話 會有寒流的空間嗎 所以他才說寒流出現 是有那麼一個大環境 否則為什麼人民 會有這麼深的怨恨感呢 可是話說回來 他現在是不是也覺得 反正如果蔡政府不得民心 民調還會輸給我的話 我柯文哲大有機會 2020我大有可為 所以連謝龍介龍介先都說 柯文哲80%會選2020 甚至可能借客上市 跟親民黨合作 他的動向怎麼看 我覺得柯必幾乎百分之百會選總統 因為最近他幾乎 他講說我豁出去了 這意思就是他要選了 只差一個要參選的宣言 剛才惠文說 他讓我去念書去讀書 是為什麼呢 因為我就直接踢爆他 因為我們台北市政府 做一些市政的調查 他就以什麼商圈的名義 做到人家新北市 他去跟新北市民做調查 而且最後還有一題問人家說 你的政黨傾向 我說你怎麼可能這樣假公祭司 怎麼會以台北市的市政調查 去問人家新北市民的調查 他說我不懂民調 我要回去讀書 我就說柯必市長 你給我舉出一個 這個馬好時代 有沒有去做其他縣市市民的 政黨傾向調查 有的話我跟你道歉 不然的話 應該你跟我道歉才對 另外我要講就是說 柯必最近炮火四射 然後他講說什麼 韓文是什麼Loser 然後又說韓國瑜讀書 也只夠做北農的總經理 柯必現在為了自己要選舉 他變臉 你知道他在今年年初 接受中式的採訪的時候 他就說 大家記不記得 他說這個韓國瑜 陳潛12年 讀了很多書 你不要看他 他書唸得很多 他比你們想得有料 結果現在要選 他現在要把韓國瑜當對手 就說韓國瑜唸的書 也只夠當這個北農總經理 他以前有講說 這個韓國瑜很厲害 非常厲害 你看他的民調 輸人家10%以上 短短50天 他就逆轉勝 別人都做不到 只有韓國瑜做得到 現在說韓國瑜不耐打 所以就要換他 所以我覺得他今天就說 為了要選舉 就說不一樣的話 同樣他現在罵小優